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说玻璃它是透明的 但是光滑物体表面都能产生那种镜面效果 就跟照镜子一样 把我们的影像映在这个光滑表面上 这是架尔台门上的玻璃 它就是普通玻璃 它也不是倾斜的 你看我的影像就跟照镜子一样 就映在这玻璃上了 在正前方 如果我想透过这个玻璃往外看 那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现在看里面我就看不清 如果要设计成倾斜的呢 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现象 我们再来看 我影子到哪去了呢 你看跑到下边去了 映在下边 而不是正前方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我瞭望 离远一点看也是一样 影子出现在下边 而不是正前方 不会影响到我 换个角度 水手在做卫生 它的影像反射在玻璃的下方 而不是中间 其实汽车也是相同的道理 不过汽车前挡风玻璃呢 是向后倾斜 就会把影像折射到车顶方向 等你坐在车里啊 你有兴趣的可以观察一下 第二点呢 就是让视野更开阔 这个很好理解啊 我们是从上往下看海面的 而不是为了看天空的 所以啊 玻璃前倾呢 更能够增加看海面的视角 第三呢 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持玻璃的清洁度 比如下雨的时候 这种清清的设计呢 就能防止雨滴 在玻璃表面上停留 而且它还能减少尘土 或者其他一些脏东西的附着 比如说鸟粪 这鸟粪啊 大家可能都深有感触 汽车玻璃上啊 如果要粘上鸟粪的话 是很难清洁的 很讨厌 而且鸟粪的腐蚀性啊 非常强 这是我在船头拍的 你看 把这甲板上的油漆啊 都腐蚀了 非常难清洁 说到清洁啊 就要说雨刮器 跟汽车雨刮器一样 能刮雨 能清洁 还能调速 我们船是两台驱动器 有的船像那种 全包试驾台的那种 要四台 甚至是六台 刮雨跟清洁效果啊 非常好 再来带大家看一个非常巧妙 非常好用的设计 就是它 捣风板 简单实用 效果好 还便宜 不过呢 我真的是佩服人类的智慧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吧 今天风很大 正好用来测试效果 现在我是站在挡风板的外边 风非常大 铺面而来 我们把纸巾挪到挡风板的背边 你看风呢 就被挡风板主体挡住了 但是我们要的 可不仅仅是这个效果 因为我的眼睛一定要高过挡风板 才能进行瞭望 还要保证啊 不被风吹到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把纸巾举到 以我眼睛相平的位置 你看这风太大 吹的眼睛啊 挣不开 我们把纸巾挪到导风板内部 保持眼睛持平 我们看到这风啊 几乎就消失了 那这风去哪了呢 这原来是被导风板的开口啊 引导到了上方 就是往上吹 形成了一道风墙 这风越大 这道风墙就越结实 迎面吹过来的风呢 就吹不透这面风墙 跟着一起就往上走了 所以我们人站在这风墙后边呢 这风就吹不到我们 而且还丝毫不影响我们进行瞭望 来看一下它的原理 很简单啊 风吹过来之后呢 会被导风板下部的开口 引导往上吹 形成风墙 整体看啊 效果就是这样的 风过来被引导 然后向上 形成风墙 人站在风墙后面呢 风就吹不到 就能愉快的进行瞭望了 怎么样 人是不是很聪明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设计 完美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往上看 架子台上面呢 就是主围杆 两部雷达天线就架设在上面 我们注意到啊 这两部雷达天线不一样长 你看到吗 一大一小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这两台雷达的工作波段是不一样的 长的这个呢 是十厘米的雷达 也叫S波段雷达 它的优点呢 就是作用距离远 抗雨雪干扰能力强 对于大物标啊 这探测非常灵敏 短的这个呢 是三厘米雷达 也叫X波段雷达 它的优点呢 就是对小物标啊 非常灵敏 一些搜救雷达啊 都必须要配备 但是呢 它缺点呢 就是作用距离很短 受雨雪等天气影响啊 非常大 所以这两部雷达啊 都要配备 作用是互补的 这雷达啊 说起来比较枯燥 来来来 我让大家行行盹啊 哈哈 怎么样 醒了吧 这就是汽笛的声音 汽笛真的是用气来吹的吗 我告诉你们啊 真的就是用气吹的 它有两种方式吹 这一种呢 就是用电 就是通过电磁阀啊 就打开压缩空气的通道 让气流吹出来 另一种呢 就是机械式的 纯手动的 比如说要停电了 你说连喇叭都不响了 那不就麻烦了吗 刚才那一声响啊 就是我用手动拉的 电动按钮呢 也是一样的 你看啊 我们这是实际应用当中的效果 在我们进港的时候 前面有个小小的钓鱼船 打在航道里 我们就按气笛来警告 这是船头的气笛声 这小鱼船呢 听到气笛警告就躲开了 气笛一定是和摩尔斯登 并灭在一起的 组成了一套声光系统 今天呢 我只给大家普及一个非常有用的小知识 就是摩尔斯马中的求救信号 SOS 比如我们可以利用汽车喇叭 或者大灯来发出 假设我们遇到一些危机情况 需要向周围求救 我们可以通过按喇叭 三短声 三长声 再三短声 或者是利用大灯 三个短闪 加三个长闪 再按三个短闪 这样来完成 这组SOS信号呢 就算是发出了 我们就这样循环往复 这样发送 周围人呢 看到或者听到啊 就知道你遇险了 还需要援助 有一部电影呢 叫尼罗和尚的惨案 那个男主角 在房间里就是 遇到一条眼镜蛇 他也不敢动了 他就在背后啊 悄悄的就敲墙壁 他同伴呢 就住在隔壁 他敲三短 三长三短 这样循环敲 向同伴求救 他同伴就听懂了 然后拿着枪啊 冲进他的房间 看到眼镜蛇呢 就开枪把蛇打死了 就救了他 在这里普及这个小知识呢 知道的人越多 获救的几率就越大 好我们回来 看船是怎样航行的 两种模式 一种是手动舵模式 用于进出港 或者是船比较多的情况下 另一种呢 就是自动舵航行 就跟我们汽车的 自动巡航一样 用于开阔水域 这两种模式 当然都能转向 手动舵呢 用于这大角度转向 你看这是手动舵 转向式的情景 自动舵呢 用于小角度转向 比如在大洋里 我们用自动舵舵行的时候 需要调整航向 或者是绕开 前方小渔船等等情况 我们就用自动舵 向左或者向右 要减几度啊 加几度啊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是自动舵 调整航向式的情景 这个呢 是绕开小渔船式的情景 这船啊 只要航行起来 就是夜不停 驾驶员也要跟着 不间断值班 那驾驶员怎么排班的呢 为什么又这么排呢 你看三负值8到12 二负值12到4 大负值4到8 正排班可是有道理的 三负啊 资格最前 每天早晚的8点到12点 一般这时候船长都在 可以帮助三负 12到4呢 包括一个最重要的夜航班 所以要交给有经验的二负 那4到8呢 为什么交给最资深的大负呢 这个好几个原因啊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 这个时间啊 有两个最为危险的时间段 叫沉昏蒙影 这沉昏蒙影现象呢 是发生在每天早上日出前 和每天傍晚日落后 太阳还没升起来 或者太阳刚刚落山 而天又没有完全黑 这个时段啊 你看别的船的轮廓 都是若隐若现 灯光呢 又因为天没有完全黑 而显示不出来 所以啊 这个时间段 人的眼睛啊 是最容易疲劳 对于航海来说呢 是个最危险的时段 所以要把它交给 最资深的大富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你比如说 大富要每天记录 日出日落时间 安排工作 利用太阳低高度 求罗金叉等等啊 那值班安排的说完了 值班师驾驶员 都干些什么呢 这也要干的事 真的是太多了 咱们就说一样 说说这个六分仪吧 六分仪在人类的航海史上 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无线电定位 跟GPS定位出现之前啊 人类的航海全都靠它了 它的原理是 测定天体和海平面的高度 来计算出自己的经纬度 而且呢 相当精确 即使是到了现代 它是仍然是属于 应急航海的范畴 在其他仪器都失效的情况下 仍然能用它来精确定位 所以我们称它是航海神器 一点也不过分 关于它的使用呢 我们今天不在这里深入讨论 不然说起来就太长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专门做一期 关于六分仪的视频 再跟大家共同探讨 今天我们只是围观一下 驾驶员是怎么使用的 然后呢 我再带大家亲自拿着六分仪 咱们四处看一看 体验一下中世纪航海家的视角 请不吝点赞订阅 怎么样 大家找到感觉了吧 我们就像回到了中世纪一样 大航海时代 你就是一名船长 驾驶着双围帆船 拿着六分仪探索全世界 这鞠躬至尾的六分仪 我们已经亲身体验过了 加勒比海盗里面 杰克船长的女儿曾经说过 给我一架六分仪 再给我一步天文钟 我就能走遍全世界 它为什么还要再加一台天文钟呢 天文钟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 那你说了 这不就是一块表吗 对 没错 我们家也有 跟这块长得也差不多 但是我们家那块呢 绝对不能称为天文钟 那它为什么能称为天文钟啊 因为它走得准 它和六分仪配合使用 时间越精确 定的位置就越精确 所以啊 对天文钟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 走准点 其实呢 我手里拿着这块钟表啊 严格意义上来说 已经不算是天文钟了 除了走得准点啊 也就是一块普通的石英钟 真正的天文钟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习惯了 叫它天文钟 走得再准的表啊 也需要对石 那船上啊 是怎么对石的呢 现在船上都通网络了 对石啊 也就变成了一件 很容易很方便的事 根据GPS对石也可以 还有一种办法 以前常用 就是无线电对石 如果你家里要是有短波收音机 那也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对石 船上呢 是利用中高频 把发射频率跟接收频率 都设定为1万千赫兹 让它每分钟整点呢 也都会暴时 标准的格林威治时间 我们下一步啊 说一下驾驶员值班时 最重要的一件事 聊望 这聊望啊 包括视觉 听觉 包括各种航海仪器的监控 都是聊望的范畴 今天呢 我们只说一样 就是望远镜 这望远镜啊 和罗经六分仪 并称为航海的三大神器 那人类的视力 受到望远镜的加持 到底能把目标看得多清楚呢 我们去看一下实际效果 感受一下望远镜的威力 怎么样 这望远镜够厉害吧 航海三大神器 我们已经看了两样了 走 去看第三样 罗盘 也就是磁罗经 这是磁罗经 那我们的磁航箱 现在是216度 这两边为什么有两个小方盒子呢 跟个翅膀 小方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留个悬念吧 省得你们把我忘了 这航海三大神器啊 咱们今天全都见识到了 走 现在咱们回家 来体验一下巨轮的夜航 这是一次大洋深处标准的夜航 周围上千公里啊 什么都没有 连鱼都睡着了 只有我们这条船 巴拉纳瓜快航 在孤独的航行 日夜兼程 每晚呢 船长都要写夜航命令 这是一个古老航海做法的延续吧 彰显出船长的权威 即使是睡着了 也能命令你 我们来看看都写些什么 比如ETA是几月几号几点 主机准数是多少 执行船长标准命令 安全航行职责 检查清单要遵照执行 就是有事叫我别犹豫 然后呢 祝航安晚安 船长签名 嫁人签名 原来写的都是这些 其实呢 写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要帅 就像医生处方一样 看得懂的啊 一定不是好处方 开个玩笑啊 旁边这本啊 就是航海日志了 航海日志到底记录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 航海日志啊 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这里面的内容啊 可不能瞎写 你看这些前面有规范 它会告诉你怎么写 我们打开一页看看 左页呢 这都是一些固定向 逐向填进去就可以了 每小时都要填 比如航向 航速 风 流 温度 湿度 气压等等啊 你看这台机器呢 就是记录气压变量的 在气象要素里啊 有一个三小时气压变量 这很重要啊 看气压变化趋势 用来分析判断未来天气变化的 右边这一页呢 是记录一些当天发生的重要事件 只要你认为重要的 你都可以往里写 这航海日志因为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呢 它是不能涂抹跟修改的 那要是我写错了怎么办呢 写个错别字什么呢 怎么办啊 这样啊 你要用一条线滑掉 然后签上你的大名 就可以了 不能直接修改和涂抹 关于架车台那些事啊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不知不觉啊 都说了这么长时间了 感谢你耐心看完 对了 那个磁罗经那两边那小盒子里啊 放的都是磁棒啊 用来抵消磁叉的 欢迎大家呢 没事也到我这来玩 我们一起看大船 看大海 好的 今天视频就说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 拜拜